大家好,我是大草菇 農曆新年快来啦 今年是兔年 我想教大家如何接一只兔子 首先我们要预备一张手公子 我们将它对接 第二件也是 接着我们将它反转 对角这样对接 第二面也是 我们现在将它打开 接着我们应该会看到 这个角和中间的 我们将这个角接到中间 那我们现在呢 就将它在这里固定 就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要向着自己 我们现在将它反转 将它接过来带 一个不要全部接 用一只手指 按一按 在中间的位置 我们现在就将下面 接上来 又是不要按住 在中间的位置 再由最底 这次就真的接了 打开 接着我们跟回刚才那个正方形呢 按好一条线 因为这个位置呢 因为这个位置呢 待会就会做 那个底 我们的底 要站起来 好 好 好 看来 我們現在就把這條線 這個角接去這個和這個 剛才我們中間那裏接住的嘛 這兩條線的中間我們大約遇到那個位置 開一顆 把這個角 接去剛才我們按了條線那裏 接好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角 接上來接到那條線那裏 接著我們現在把它接進來 現在我們把它反轉 接著呢 就這兩邊 接過來 我們現在在接著他們 我現在在接著他們的耳 第二邊又是 這樣呢 現在 它的形狀就差不多來到了 那我們想把它呢 好像它那樣 就是它那樣 就是分開少少的 這裡 分開了少少 那呢 所以我們就把兩隻耳 接到這條線 這樣 接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摺上來 那應該會 是第二條線 那它呢 就會短了 不過呢 它就應該會 會分開的 好像我現在這樣 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畫上它的眼 還有鼻子 還有可以寫完 竹腹魚 還有可以寫完 那我現在畫它的眼 那我現在畫它的眼 那我現在畫了 寫了一個竹腹魚 那可以呢 將它刺 這樣呢 就可以呢 就可以在底部打開 這樣就可以站得到的了 這隻就是我所說的兔子啦 希望你們喜歡啦 你們可以跟回 剛才我所教的步驟 一起學的 下次見 拜拜